我們就是把所有的東西都下載下來了 不過呢會有幾個問題要注意 第一個 各位可以看到的 這個都是景字號為什麼呢 其實如果你看到這麼多景字號就是藍寬不足 藍寬不足怎麼辦呢 你可以拉藍寬拉寬 問題就解決了 有沒有以後如果看到這樣子 都是藍寬不足拉寬就可以了 所以呢第一個我們可能要解決什麼 像藍寬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呢就是說呢 你會發現每一個地方都會有日期 這個藍位名稱 所以需要怎麼樣把這個藍位名稱按右鍵刪除 但你會發現總共有16個page 我們只會留下第一個page就可以了 其他的page都要刪掉 那怎麼辦呢你如果說要塗法列剛剛自己慢慢刪了浪費時間嘛 所以什麼方式可以快速的刪 好像我前面有教過就是說我們可以用邏輯判斷 然後把藍寫刪掉 有沒有印象 所以其實程式也是一樣 一個for回圈但是是反向的 從下面往上刪 找到是第一個儲存格是日期的 兩個字就把這一列給刪掉 程式大概五行而已 叫什麼刪除 列之類的 所以第二個問題就是解決 那個藍的名稱太多的問題 那只要留下哪一個 留下第一個就可以了 第三個問題是 這邊總共有6個號碼 可是我現在 怎麼樣 放一個儲存格但我應該是什麼 我希望能夠 讓他 也許在特別號 備註這邊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1 1到6好了 也許這邊是1到6 然後把這6個號碼幫我搬到這邊來 這樣就OK了 可是問題來了 我怎麼樣把這6個號碼 快速的搬到這邊來 把它分開來 好快速分開喔 OK 那如果你沒有別的招的話 比較笨的方法 難道是複製貼上 複製貼上 那你會瘋掉 對不對 所以有沒有快一點方法 其實我們現在提供的各位就是 只要你以後工作裡面 一定會遇到這些問題 其實你只要開始上班 我想工作裡面太多會類似有這樣的問題 目前因為你們還是學生 所以比較不會這個問題 不過我建議你先及早做準備 如果你會這些的話 以後職場會非常的受用 所以會有三個問題待解決 那欄寬的問題 我們可以留在最後解決 為什麼因為 待會這個地方資料搬過來 也會有一樣的問題 就是說欄寬還在調整 所以欄寬調整最後在解決 所以我們先解決什麼問題呢 解決那個 重複列 有沒有這個列 把它刪掉的問題 那怎麼刪我前面好像講過 第一個當然我可以在那個 我們的程式裡面 然後插入一個 程序 程序名稱也許叫什麼 叫刪除列好了 刪除列 OK 或者叫什麼刪除多餘列 也可以啦 反正我們不要那麼容易 刪除列就可以按確定 好 再來的話要做什麼呢 跑回圈 回圈的話是 4i 所以其實都一樣 4i 等於 最下面一列 那我最下面一列我可以用追蹤的 因為我不知道最下面一列到哪裡 剛好有追蹤到是 1525吧 點 向下追蹤到的 最下面一列 點 為什麼要從下面往上 追蹤呢 我前面有講過 因為如果你從上面刪除 下面會 往上 比如說我現在刪除 102 你會發現 103會怎麼樣 會遞補上去 所以它的裂號 順序會亂掉 但是如果你從 下面往上刪 因為我在往上的話 102刪掉 我現在 再來就101 不會影響到 可是呢如果你往下的話呢 它會地補上來會影響到 所以我反向刪除 這個概念大家有 然後呢 到哪一列呢 到 其實第2列就可以了 Enter兩下 NAS 那為什麼到第2列呢 因為 第1列一定要保留 那如果反向的話呢 記得這邊要加一個 Step -1 正向不用加 但是反向要加 反向的話呢 是Step-1 意思是說 越來越少 我會從什麼呢 向下追蹤到 這個回來是1525 因為Ctrl向下一下 Ctrl向下 他抓到 1523 1523 一直往上跑 那 再來的話呢 一直到第2 要做什麼呢 如果 我要刪掉什麼呢 如果 他的A欄裡面 是日期兩個字 所以Sales 這邊的話就不能用Range 因為我們是用 裡面的話呢 前面是列號 I列 豆點A欄 然後呢 如果兩個字等於什麼呢 等於日期的話 如果他這兩個字等於日期 那就幫我怎麼樣 幫我刪掉 Enter兩下 Enter一幅 刪掉的話 記得吧 前面有寫過嗎 有個肉含 肉的物件 肉屎 刮糊 第哪一列呢 就是那一列 那一列的I列 然後呢 點 Delete就可以了 Delete如果不會拼的話 你可以看鍵盤上有Delete鍵 拼法一模一樣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 把它寫完 不過特別注意 你有沒有發現 我打字一定都會 打小寫 有沒有發現 那為什麼要打小寫 主要原因是因為 你如果字沒打錯 的話 你把它移開 它的首次一定會變大寫 移開 有沒有發現 R跟D 都會變大寫 那這個好處什麼呢 如果你程式 只要有打錯 像之前有同學 這個 如果 少S 如果你少S會怎麼樣 移開 怎麼還是變大寫 這個可能不準 有些他本來裡面就 如果你是Delete這個 假設我今天改這個 假設你 這個少一個T好了 這個會變大寫 移開 你會發現 他找不到這個東西 所以他首次 就不會變大寫 OK 所以 藉由這個地方 你可以做那個除錯 至少 不會 因為我是還蠻怕 你們字打錯 你們會 程式會錯 都是因為字打錯 都沒有別的原因 OK 程式就寫完了 就這樣而已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怎麼跑 按F8 他最下面一列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游標放這邊 1523 這個時候 意思就是 A的1523 是不是日期 不是 就跳過 OK 那所以你會發現他一直跳過跳過到什麼時候會會進去裡面呢 會到1516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I現在等於 現在還不會1516 現在是 現在是I等於1517 對不對 然後再下一個 NAS越來越少 這個時候的I就1517 16 對不對 16是不是呢 看一下16 是對不對 所以呢如果1516的話 他會進到下面呢 邏輯判斷一下 這裡面是不是 旗啊 4日期了對不對 如果4日期 相等於日期 那我就可以怎麼樣呢 進到這裡面了 然後把它刪掉 Delete掉 那你會發現 他這一行 這一列刪掉之後呢 1517 往上地補 可是不影響 因為我們往上跑 不會 不會影響到 就對了 所以這個地方很重要 刪掉之後有沒有 再下一個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 我可以怎麼樣 全部執行完 那你會發現 跑完之後呢 多餘的列呢 就在瞬間 全部不見了 有沒有發現 OK底下有沒有多餘的呢 沒有了 OK 一定比你快啦 而且我寫完一次之後 以後呢 就可以不斷的使用它 所以 第一個問題解決了 刪除多餘列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要把 這個 變成 六個分開 放到這邊來 那要什麼方法比較快 教過一個方法 其實關鍵就是在資料裡面 有個叫什麼 資料剖析 這個資料剖析 報告沒用過這個功能 這剖析顧名思義 剖析就是 這裡面剖開 就幫你怎麼樣 剖開剖開剖開 他所以他問你幾個問題 一你的資料在哪裡 二你要放到哪裡 大概就這樣而已啦 所以 一告訴他 我要剖這個 二告訴他說 我要剖到剖到這邊 OK 那所以你如果要剖的話 你可以練習 一 在這邊先輸入 一到 六把這個欄位名 你拖拉的時候按按鍵鍵 他會自動幫你加一 有沒有 如果你沒有按按鍵鍵 他一拉過來會都是一 這樣的話全部都一 如果你要 一到六按按鍵鍵 這樣一到六了 第二個動作的話就是 把游標放在 這裡 但是我要剖的是 底下全部都要剖開 所以 放B2之後 Ctrl-ship向下 意思是說 這邊全部幫我剖開喔 剖開之後放哪裡呢 告訴他 所以 一 先 一到六 二 選這個範圍 三 資料剖C 那他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 你要剖的資料是 固定的寬度呢 還是有什麼 分格符號呢 對 沒錯 分格符號呢 裡面有沒有什麼 共 就是都一樣的 這什麼 豆點嘛 對 所以你就豆點打勾 Tab不要 就這個 下一步 然後他問你說 第三個問題請問一下 你將來 剖開之後要放哪裡 記得他預設是剖這裡 不對他剖這 放這裡 糟糕 他跑這邊 所以記得把目標儲存格這個 選 B2 選成 什麼 D2 OK這樣就可以 他會從這邊 剖一個 丟一個 反正就以此類推 六個號碼 放六 六個儲存格 OK然後 完成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瞬間 全部 剖開了 有沒有 這應該是最快的 所以如果你沒有 說你不會這東西以後你工作 怎麼深陣呢 對不對 因為你的工作裡面就是 很多地方都需要 人家給你的資料裡面呢 就不是剛剛好的東西 你 所以 所以你會 這些動作 至少 確保你工作 是你會被需要 如果你不會的話 老闆怎麼可能會允許 有員工呢 慢慢慢慢弄 對不對 慢慢弄 弄到什麼時候 對 最後當然 我們還要做一個動作 這一欄 不需要 所以把B欄給刪除掉 但是問題來了 我們剛剛是用 滑鼠鍵盤在那邊弄 但是如果我希望可以變成VBA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 把剛剛的動作怎麼樣 一樣嘛 錄製成聚集 叫做資料剖析 那不就一次可以跑完了 所以 請各位先試一下 我把重點回顧一下 一 請你們就是 把那個 刪除列的部分先完成 刪除列 二的話呢 先 Demo一下 先 彩排一下 我剛剛講的那個 資料裡面的那個資料剖析 待會我們要把它變成一個 VBA的聚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呢 再跟你的那個剛剛 城市合併在一起 那就可以一鍵完成 所有的那個大樂透資料的下載 所以一鍵完成 就是以前可能你要假設你以前 你不會用一鍵完成的話 你還是可以做完 可是你可能要做一個早上 但是如果你會寫VBA的話 大概你每天的 動作就是按個按鈕你事情就搞定了 那會差多少 對不對 所以以前蠻多那個 學過這個課程 同學 跟我分享都是 他的工作 第一個 時間變得 少很多 他有很多多元的時間 不用一直趕趕趕 第二個 其實 在工作上的成就感 我看得出他的自信心 眼神充滿著不一樣 是閃亮的 但如果你不會這些 你會覺得他 第一個感覺每天都很疲勞 第二個感覺好像 就是非常沒有自信 而且對於未來 非常的感覺沒有希望的感覺 所以我會覺得這東西剛好你這個年這個年代 你如果不會這項技能 真的 應該可以活存活 活得很辛苦而已 OK 所以 這是跟各位的經驗分享 好 試一下 請各位先把第一個刪除力的部分 先完成 我們